从未同房的正事 却怀孕了 这可惊呆了在所有人 有人欢喜有人愁 太夫人连忙叫大夫把脉 由于十日上前 大夫也不确定是否洗脉 但太夫人还是相信是有孙子了 连忙让下人带回去休息 出来的十一娘 故意在各姨娘面前坐视怀孕的信息 因为十一娘发现大姐是乔连房害死的 原本想给母亲做法事 引出害死母亲的凶手 故意让说 之前绍心就有一对兄弟 因为嫉妒杀害了别人 死者的家属就办了一场这样的法事 没想到乔姨娘心虚出现精神恍惚 以为自己被冤魂找上了 就去慈安寺 大师告诉她 想要化解此事 必须用离世之人生前的东西 做法超度七七四十九天 乔姨娘就去找来了 原娘生前的首饰超度 十一娘确信是她害死了大姐 找来陶妈妈得知大姐怀孕时 吃得合适一管的药 在滑胎后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而且无法医治 就故意在众人面前假装怀孕 还说过几日要去和十一管抓药 乔姨娘坐不住了 故事从计 让和十一管的明镜在药里做手脚 这一幕被跟踪的虎珀看到了 侯爷得知十一娘怀孕了 也是很吃惊 问她怎么不解释清楚 听了十一娘的话 侯爷也觉得甚是合理 不忘调戏说 如果真想要孩子 她是可以帮忙的 要不要补救一下 这日 东清琥珀从秦姨娘那端了两盆夜来香 秦姨娘知道急坏了 说怀孕的人屋里不宜放夜来香 刚好被野在的乔姨娘知道了 她很纳闷 她怀疑十一娘那是假怀孕 就故意让身边丫鬟再去一趟合十一管 发现琥珀真的有跟踪她 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为自己而设计的陷阱 于是她将计就计 找来的自己的母亲 准备给十一娘来个府邸抽薪 乔姨故意安排人 半城灾民混进仙灵阁 让此人散播谣言 污蔑仙灵阁是在压榨灾民劳动力 打着收容灾民女眷名义 却是在抠扣她们的宫前 让太夫人正好看到这一面 又让人故意撞到十一娘 让她暴露假怀孕一时 得知明镜也失踪了 十一娘反应过来 这是被乔姨娘反戒 她只好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说 但没有一个人信她 你真是逼我去死啊 好 那我今日就 我今日就死给你看 快住手 乔姨娘还假装 要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把十一娘送回罗家 等侯爷回来 休戚